你们在民生的时候有什么感觉? 因为你们的对手都是 大部分都是你们的学长嘛 然后是有什么感觉? 我觉得挺难道 因为对手也比较强 我们每次赢那么赢就不容易 然后 然后继续做战吗? 第三战,身体会有点疲劳 肯定是很难的 肯定是很难的 但是他们最终的工作 但是他们最终的工作 尤其是如果刚才已经工作了 就已经工作了 就已经在工作了 但是还是很难做的 但是还是很难做的 这是第三个竞争的竞争 然后和央路走 是三个竞争的竞争 在印度和马来西亚 就像一个竞争 你的身体压 然后就就是你们怎么可以有心理要做 多休息吧 多休息 吃好睡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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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yak istirahat banyak makan enak 所以 Merah 都不在想吃饭 真的不在想吃饭 还不在想吃饭 有心理不在瓶 你会有心理不在看 我认识 我认识 超是达达达 最难的事情 最难的 最难的 在比赛中遇到最困难就是精力下降,就是精神下降 最主要是因为人生的痕疗,因为人生的痕疗,因为人生的痕疗 人生的痕疗,因为人生的痕疗,因为人生的痕疗 你们的偶像是谁?你们最喜欢的英语人? 富海峰 我比较喜欢的英语人太多了 学哪个? 学两个,苏卡和圣诞 苏卡木圆和圣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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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果在这一年,他们的目标是什么? 有个目标是什么? 就是你们青年,203年的目标是什么? 目标是什么? 因为青年你们得到了第二是吧? 前二 对,前二 然后你们青年的目标是什么? 马来西亚比赛的时候说的目标是前十 他们传途更哪组 他们的目标是吧? 你们肯定是更好 需要时刻想做更好 而肯定做更好的 假女生都是哪一类 你们在香港四年里 我们以来有很多众 他们所作为了 你们有什么货币吗? 什么东西 and又如何想做更好 吃的 还有食品 有衣服 还有玩具 这里有饭 还有麦酒 还有麦克兰 好了 好了 没活动了 不得